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口可乐进驻缅甸之后被打破了 事实上20世纪初作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象征 可口可乐早就出现在缅甸销售了 直到1962年 美国对缅甸军政府展开了经济制裁后 才再撤出了缅甸市场 可乐电影《摇滚乐》进入了缅甸 2012年11月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成为史上第一位 访问缅甸的现任美国总统 而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2010年 缅甸大选翁山书记被释放之后的短短两三年间 缅甸成为全世界改变最大的国家 外国人多了 外资进来了 背包客 观光客络绎不绝 敞开大门的缅甸 此刻正处于巨大的转折点上 在全球投资客蜂拥韬韬韬的现场 大爱全记录 试图记录蜕变后的缅甸新面貌 包括了那些搭上了开放热潮 返回这块土地的人 既想要归乡却又回不了家的人 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和视角 来看看这股变革中的历史洪流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国家会改变吗 我需要回去吗 这次我应该要回去 因为这次总统选举了 它很重要 缅甸正在转变 回家的人看见了新风貌 停滞不前的产业有了新转机 锁国太久 转变太快 2012年 超过一百万人次的旅客涌向缅甸 观光饭店 房价三倍起跳 仍然供不应求 进口贸易开放 满街车潮 塞车成了家常便饭 开放浪潮 在古国的佛国大地掀起了巨浪 选担商 尖程超过一百万人次的旅客 热口 扬秃及电视镇 小铁 潮梯 牛仔裤取代了统裙 夹脚托 跟时下青年一样 26岁的青年必钉锁 重时尚 追流行 当网路变得发达 手机逐渐评价 他开始习惯随身携带两支手机 强大的消费潜力 让氧光的3C电子商品形成具体效应 一楼就是化妆品给出宝店 然后这个是缅甸最新的购物中心 国际品牌进驻购物中心 在金融自由化还未普及的缅甸 业者贴心地设置了提款机 像以前的话可能就带了一堆钱 现在的话就不用 你带了一张卡 你钱不够再来提就好 像以前的话就是提款机没有那么普遍 这个是最近这一两年才普遍的 他是黄景兰 去年刚从台湾的大学毕业 没有留在台湾 也没有回到家乡瓦城 而是受雇到台商企业 率先在缅甸探路 我回来了差不多半年 现在开放嘛 开放的话对年轻人来说机会比较多 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这个就是缅甸当地的小吃鱼汤面 向以前的话这种画面绝对不会出现在就是谈 pueained上面 现在的话就是你会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它的图像 然后关于他的一些书 还有他的一些自传 从前的境界 今日的开放 黄景兰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民主气息 然而变革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破坏 这边是市政府 市政府都是也是有上百年的历史 它是以前英国殖民的时候留下来的建筑物 左边这个它就是将来会成为饭店 它是政府租给外乡 就是招标 里面翻修将来会变成饭店 历经英国百年殖民 替城市留下上百座的殖民建筑 开放热潮让国家迎来发展 古迹却命运未卜 缅甸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现在缅甸人民是存储 但是慢慢地它这个国家开放 也是慢慢地可能就会不在那么的存储 改革带来的机遇 让许多人兴起 微波打拼的动力 对于同样在海外漂泊的赵德映来说 风景云涌的此刻 是见证历史的难得机会 缅甸一百年都没有这么重大的改变 我想要去记录 或去呈现改变现状下的真实的缅甸 国家改变了 该回家了 这是离家十多年的华裔导演赵德映 影片的起点 故事从一名在台湾打零食工的华裔青年 阿宏的返乡路开始 归来的人是回到缅甸的人 就是说他知道国家改变了 他想回去 但是发现整体他的家人们都是想要离开 很多朋友都是想要离开 所以他关于一个离开 但是表面看起来是归来 关于离开 赵德映并无陌生 三十一岁 原籍南京的他 副祖辈因为抗日和国共战争 一路从云南 辗转落脚 在缅甸北部的腊墟 多年后 他承袭了上一代的命运 再次离家 十五年前离家 为了寻找出路 十五年后 国家开放了 家乡的人却依然在寻找离开的方式 美国台北远了 就北国台北远台湾 台北远就被拿到西了 我才晓得外边客户 台北远就连台湾了吗 咱们说台北远台湾就在差户 台北口径大陆 台湾口径自卑 你护照办好多少 一本可以入境他国的护照 在缅甸军政府时代 价码从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 对许多非缅甸族群 没有身份证明的贫困家庭 是个天文数字 片中的男主角 也是赵德映故乡的老友 王新红 依然记得19岁时的真实人生 那一纸几乎倾家荡产的非法证件 我的护照大概花了一百多 我要刚来台湾那个时候 我家庭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说连三餐 每一天的三餐都是在担忧的 对我们来说 能够出来这件事情就是 你只要把这个关卡出来 接下来面对的所有的困难 你就有个心理准备 我都要想办法去解决 去面对 没有退路了 怀着憧憬到台湾 面临的是生存现实 拼命打工赚钱 养活自己 寄钱回家 是许多泰免孤军后裔的 共同经历 他们在台湾的起点 不是餐厅 就是工地 你爬过最高的地方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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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会害怕 现在不会啊 现在已经习惯了 但开水很不习惯啊 腿都会软掉 哈啰 哈啰 十多层楼鹰架 各种工地粗活 27岁的青年 杨天山 赚的是生命换来的血汗钱 一天的工资 抵得上在缅店一个月的收入 甚至还有余钱 可以寄回家还债 这是过敏 就是我们要打那个墙壁的洞 然后它都会有一些灰尘 会碰到 会粘到手上 然后就会这样子 跟汗水混在一起 对吧 就会过满 很多都这样子 很多人都这样子 脊椎一直在痛 脊椎要去看那个推拿的 其实还没有去看 就是没有时间去 来自缅甸北部 密之纳的杨天山 大学毕业后 想继续留在台湾 却因为不再是学生身份 变成了预期滞留的黑虎 自己的眼望啊 直向啊 还蛮不大嘎的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会想要 为什么会跑还这样子 有时候会这样子 现在已经 奇怪了 还是想要说 找到自己喜欢的步骤 然后自己去走 你很难去理解你的同学 为什么需要寄钱回家 跟自己养活自己 你很难理解 所以你的同学们 其实他跟你很难变成 就是你很难跟他们 变成真正的朋友 你觉得他们太快乐 你太痛苦 你会有这种 这种其实是更大的心理问题 也是为什么我们 乔生很难融入当地 造成后来有一些人 非法拘留的 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给我生成权 给我生成权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我们没有救 我们没有救 除了是我的名字 给家是公平的部位 爱了我们的家 2008年7月 吴国籍华裔难民 长期以来的困扰 在泰美地区华裔难民 权益促进会的协助下 发给了873张的 临时外侨登记证 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困境 好 葡萄是假的 对 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好 这边一点 好 这边 你的葡萄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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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葡萄是假的 对 是学生生育员进来的吗 对 另外呢 再去找另外一间房间 找每明天调德 三十岁前夕 从一名缅甸外侨 赵德映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 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国民 2012年 他的第二部作品 延续了身世认同的焦虑 来到复杂的泰缅边境 当缅甸正在改变的当下 我也听到一些数字 比如说偷渡到泰国的 好像没有减少 到中国的也没有减少 就这样的数字让我一直觉得 那就是现在改变了 不是很多人都应该 没有这种事情了 那我就觉得 那我要去再去探讨 就是在改变中 离开的这些人 长长的泰缅边境 隔着一座山 是两个国家 隔着一座桥 维系起边境贸易 正当地 付得起费用地走桥上 桥下冒险偷渡的 也不计其数 马去 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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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马去 对 台南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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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他妈 念得 美米去 美米叫苦 美米叫苦 天啊 他们就是每天来这边 搭船来这边乞讨 然后 铺儿这样子 那每天大概下午,他們就會到這邊回去 這可能不一樣啊,你說什麼? 不一樣,你們說,不是,我等他們帶你們不一樣 蛤? 等他們帶你們不一樣 那你等他買,沒開 沒開,很大 哦,因為他們不顧了,然後他們其實更沒有錢 所以那個船頭不會跟他們收錢 他們抓,其實抓警察 沒有,沒有警察抓 他給錢也可以 對,抓就是給錢 泰明邊境不只是走私者和非法居留者的溫床 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難民營大本營 美拉難民營就是最大也是時間最久的一座 他們聽到報告 當她結婚在1960年 她的男生總是要逃跑 因為她的警察 都會被捕捉 或者拖铁 然后他们不能逃跑 他们听报道 像是Burnese troops会来 去毁坡的游戏 他们读过报道 他们听闹谣 全部都让他们害怕 跟缅甸境内多数的缅族不同 黑木奶奶一家 是信奉基督教的克伦族 克伦族是缅甸最大的少数民族 占人口的百分之八 派缅甸境九座难民营 克伦族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八 争取脱离英国殖民以来 缅甸军政府长期采取高压政策 对付争取自治独立的少数民族 从1948年建国起 克伦族武装部队就与缅甸政府冲突不断 逃往边界的难民燃数有增无减 美道诊所是缅甸移工和难民的守护者 不但提供及时免费的医疗 也提供时速给平病交迫的难民同胞 她是美道诊所的创办者新西亚 是缅甸第一位受完整医学教育的女医生 也是在缅甸出生流亡在外的克伦族难民 1988年军政府血腥镇压民主运动 年轻的实习医师新西亚逃往泰国边境 看到了逃亡族人的强烈需要 搭建起临时诊所 开始提供医疗服务 她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国 没想到一国边境一待就是25年 新西亚逃亡族人员 这区域和政府担任 要提供服务 所以人们继续跨越岁 只要缅甸情势一紧张 大批难民潮就涌向泰国边境 宝尝战火流离的恐惧 难民营终究不是他们的家 然而哪里才是家呢 对出生在难民营年轻的一代来说 家不再是上一代的故乡 更不是现在的难民营 即使宣布开放了 祖国的分裂并未随着情势有所缓和 开放后的新缅甸 外来的人看见了一个机会无穷的新世界 对施根在外的人来说 缅甸是他们心中最深沉的痛 缅甸习称Berma又称为Mienmar 其实两者都是缅甸的称呼 而旧称沿用到了1990年后 军政府改国名为Mienmar 才有了两种不同的版本 国民之争的背后 隐含的其实是殖民地思维 以及民主与专政的立场 拥有135个民族的缅甸 事实上它是一个多种族 多宗教与多文化的国家 历经百年殖民压迫 短暂的独立阶段 一直到了军政府时代 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威胁之下 老百姓为什么总能够面带和善敦厚的笑容呢 当1990年代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 他寻着英国著名的作家乔治欧威尔年轻时 任指缅甸帝国警察的足迹走访缅甸 他的缅甸朋友是这么回答他的 难道要所有缅甸人坐在人行道上面哭吗 军权统治的半个世纪以来 缅甸境内受到打压的 不仅仅是缅族以外的少数民族 还包括了印度裔 华裔等外来民族 其中华人与缅甸的历史渊源非常深厚 自古以来 缅甸人就以爆破来专称华人 爆破的意思是同胞兄弟 然而遗憾的是 即便是手足 东南亚多数国家发生过的大排华运动 这个国家也未能幸免 唐仁区第十七条街上 祖传三代的代式面殿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除了过年和停殿 天天开殿 上一代传承的老机器 和华人的勤勉天性一样 不罢工不打烊 其实全部都是 三十年多了 三四十年了 对三四十年了 从阿公开始就孕了吗 不是 阿公阿妈做的是 我们做完了的 就是爸爸妈妈的 这七十年 食用极有限的华语词汇 戴财君跟妹妹爱莲相比 口说的能力好上一点 原因是小时候 曾经上过华文学校 但是到了小一 学校就停课了 缅甸的唐人街 属于华人信仰的会馆 宗庙不在少数 但是年轻一辈 能说华语的极其少数 原因跟早年的排华运动 息息相关 1962年因为 美温将军上台了 他开始实行全面的国有化 这时候其实华人 就受到很重大的打击 从1965年开始 他开始进华文华报 就开始把那些 华文的书报的 这个出版的执照回收 而且其实开始全面的征收 这个华文的学校 也就是说从1966年开始 其实在明天就没有办法 正式的去教导或教育 华人的子弟 然后学习华文这样子的状况 爸爸 旁边是 对了 大哥 先老 1967年 台华运动越演越烈 延烧到仰光以外的其他城市 而戴财军的父母为了安全 陆续将几个孩子 相继送到日韩等亚洲国家 在异乡打工求生 留在境内的华人 为了明哲保身 以极低调的姿态 努力融入缅甸主流社会 往陆明年代开始 还居住在缅甸这个地区的华人 因为经过排华运动之后 他们开始隐藏自己的身份 家庭上面 普遍的使用都是年雨 甚至很多的风俗习惯 其实都已经改变了 在家里 可能就已经穿起了沙龙 穿起了这个拖鞋 就说在外表上面 他们尽量的能够融入当地 农历年节将至 此时正是仰光旁人街 最风光最热闹的时刻 仰光的唐人街 从市中心的广东大道 延伸出21条大街小巷 五花八门的中文招牌 金铺 成衣店 水果摊 室样多 价格低廉 缅甸人也喜欢到此光顾 这很多年 这些月我们的小金属 那些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1944年开始不 我们出传 我们的地位都在这一块 说一千块 1947年就开始不 这些东西 我用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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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我用九百 七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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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算盘算价钱啊 对啊 算多少年哪 从 enfant到ώρα 算分 会不会算错 不会 算错 客户会会给我们财价 为什么不用计算金啊 计算金啊 会 blir 大扇盘拨得响亮 金铺的老板 或许也和林明慶一样 心中仍堅持着那份华人协同 这个是250 这个是200元 我的名字是林明慶 林明慶也林明慶 我的名字是叫我祖勤 我是1951年出生 暫停洋光界的两岗 我们的国家是从中国的国民来 我们当时是第三代 身为第三代华裔 林明慶大学念的是船务航运 毕业后开始跑船 在国外寻找贸易商机 重返唐人街不仅有儿时回忆 意味着是故人依旧健在 这种厨我叔叔感觉到 1951年 当时的厨房还在变成 我们古代是两岗的厨房 当时还在变成四岗的厨房 也是 בכorn 要扖名哦 这当时的厨房 把凶 unter一个铁 swell 头部长开干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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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式建築 不管五樓還是六樓 既沒有電梯 也沒有電鈴 訪客拉一拉 從樓上垂下的尼龍繩 就是通知樓主由訪客到來 差不多七十年了 這裡也沒了 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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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幾年了 五六十 六七十年了 七十五年了 七十五年了 沒有經濟 日本 那時候就來的了 我來的去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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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歲的王立真 身體 仍然硬朗 六七十年前 為了躲避戰亂 從福建 遠渡到緬甸 沒有想到的是 來了 就再回不去了 這一呆 就是六七十年 對於兒孫輩的緬化 不免有些暢然 啊 我去台灣啊 去花園 剛才三年 三年就說 你要說福建委 我說我要說的 這樣就好事 真好事 我跟妳說福建委 我又沒有說 福建委說的出來 所以她說 其實孩子叫他沒有說 沒有說福建委的人 比較多 是是是 但是 福建人 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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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唐仁街一帶 住的都是華人 族群仍各有地域屬性 從事的行業別 也有一定的趨向 福建人比較多 是做武衛 福建人 這個客人比較多 是做這個 茶花店 做的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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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個金店 有些人 比較多是 開這裡的沙拉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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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比較多 來開這裡的 他們是從北邊來的 他們都做那個 酒的生意 他們都叫 黑酒 押酒 做這些生意 相較聚居在陽光 和俗稱 下緬甸 中南部地區的華人 緬甸 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最大的不同是 另外 從陸陸遷移到俗稱 上緬甸 緬北地區的 雲南籍華人 其中 漢人後裔 國感族 還是緬甸政府 所認可的少數民族 這就是我們群家扶了 姑娘 和子 孫子 媳婦都在了 我們雲集是江西 明末青出 這個 都明定了 現在大概是要四百年了 明末青出 我們現在 我們是到第十代 我們的孫子是第十代了 我是第八代 來自國感的羅辛翰 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 活躍於緬甸的華人社團 許多人喊他羅主席 上個世紀 更多人稱他為鴉片將軍 全世界的攻擊 我是鴉片大王 所以我喜投入鴉片大王 裡面已經邀請全世界來 少得禁毒 1989年 9月3號 就宣布禁毒了 羅辛翰一生傳奇 從武裝部隊起家 為了維持武裝部隊活力 藉著金三角地利之變 鴉片貿易成為解決經費的重要管道 世人對羅辛翰的評價極為兩極 曾經想欺負他的西方人認為 他是燕毒的罪魁禍首 然而 另一方面 六十年代 緬甸全面排華之際 羅辛翰爭取向地方政府 申請辦學 成為當時唯一生存下來的華文學校 至今仍未中斷 曾經是鴉片大王 曾經沦為緬甸軍政府的階下囚 機遇流轉數十載 如今 富甲一方 子孫滿堂 華人善於謀生 無論環境再惡劣 總能找到生存的方式 這點 在伊卡皮鄉 能跑遍全世界的台商身上 同樣得到驗證 傍晚時刻 仰光大學旁 以補習街文明的陰神錄 擺進巷內全是學生和年輕人 對 這是緬甸人愛喝的奇異果 對 超喜歡喝奇異果 對 這是緬甸的第一家台式珍珠奶茶店 也是緬甸台商溫斯郎的第五家店 1997年 進入緬甸從事建築業的他 隔年就遇到金融風暴 不服說的他 2000年重新創業 這次做起珍珠奶茶生意 13年來隨著環境變遷 生意起起伏伏 剛開始在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因為它進口是非常的困 然後那時候的邊界也是開開關關的 那時候要做正常的生意相當的困難 你要申請正常的執照 很難申請 從原物料進口到口味偏方 過程中溫斯郎也遇到不少阻礙 奶茶 到底是要一杯一杯的shake 但是我後來發展 越發展是越做越簡單 早期我都有進口那個搖搖機 然後shake 後來那個都被釘在那個倉庫裡面 男人是秦嶺 秦嶺 學生嗎 現在是辣的 現在才在八比六巳 哦 什麼呢 有cake 他說他朋友介紹他們來這裡吃 為什麼他來這裡介紹他? 為什麼 八比六巳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而且现在你看走过来年轻人 现在都开始穿牛仔裤 他们的转变非常的快 他们追逐流行的东西 追逐死马的东西 他们很能接受 随着越来越开放 温斯朗认为开放当下 对想创业勇于闯荡的年轻人 是个发展的好机会 因为它是一个处理地 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地 而且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可能它现在喊人很高 但是机会还是都在 台商进入旧首都阳光的历史相当早 人数也不少 但是新首都对许多外商来说 仍是个神秘又陌生的地带 内比都位于阳光以北 400公里的内路 2005年11月 缅甸政府将首都迁到此地 原本的山区丛林焕然一新 辉煌气派的建设下 却显得空荡 面积大小 为仰光九倍的内比都 人口还不到一百万 多数为政府机关人员和其眷属 五年前台商林志明 随着政府招商前进首都 你现在手上的日子比 是比较高 两万三千两百 两万三千两百 所以是台并差不多 七百 七百块 七百块 一般送礼 他们送到的礼物大概是十多万 多少 十多万 一两万块就是送给一般的官员 以文具起家 在缅甸市场耕耘多年的林志明 来自台湾台东 九四年 取了在台湾念书的缅甸侨生 黄露林 两年后决定前往七子的家乡发展 三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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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区叫Dakintadilu 是在首都里面新开发的结束区 再过去大概五分钟左右 就整片都是饭店区 它这边现在是都有规划是不是 有规划 有规划 好有结束耶 定是国家的啦 跟国家买的 超过上千公顷的别墅区 是缅甸政府计划的社区 2005年的迁都动作 让内比都地价不断看涨 林志明夫妻四年前 以两百万认购的土地 四年后行情已上看十倍 今年年底 他希望把所有的大使馆先迁进来 所以等到这些动作陆续形成的时候 那这个基本上 它一个首都的位置大概就确认了啦 尽管人口稀少 内比多的夜晚毫不逊色 仿效仰光大金塔而建的大金塔 规模更胜仰光 首都的气势似乎更凌驾 旧成阳光之上 好 要跟苏巴比尔 这个烧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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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动动 哇 停电 再一次 停电了 哎 这样子会影响到 这样子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 它要转换电过来 生产线上的跳电是家常电饭 发电机也是每家公司 不可或缺的设备 2011年 全球各大厂商 探寻到缅电设厂的可能性之际 台湾老牌的鱼衣公司 达兴工业 因看好缅电外销欧美免配额限制 1998年 率先进驻缅电 做那个 日本的 跟欧洲的 运动衣服 还有鱼衣 我们的产品 都是脚踏车 或是 那个 登山用的 还有日本的高级衣服 都是 夏雨天他们穿的 缅电开放后 因应西方国家 逐步放宽的限制 拥有39条生产线 1500名员工的达兴缅电厂 正准备积极扩充 事实上 缅电的纺织产业 2003年 曾经历过巨大的风暴 2003年 翁山苏基被软禁 美国以缅电打压燃权为由 实施经济制裁 颁布缅电货物进口禁令 纺织品影响最深 80%以上的外资撤离 那时候非常非常少的订单 产生很多老板 说到底要缩掉呢 还是要维持 达兴缅电厂 转移部分订单到越南 中国同时降低人力 撑过了制裁风暴 长年的制裁导致封闭 开放后 让正在苦寻比中国 东南亚更廉价的制造成本的厂商 看到了希望 最近三年才开始变化 这三年就是很多人一直进来 看土地盖厂房 然后把国外的资金订单 都移到这里来 明家拉筒是仰光唯一 五星等级的工业区 土地租金尽管飙涨 还是很快就被外商租光 开放不过两三年 房价 工业区地价之高 人力素质的限缺 以及基础设施不足 对厂商都是挑战 如果有电 要一万五美金 如果没有电的话 要三万五美金 去年整年平均 一个月要一万八千美金 这是一个曾经 以自然资源丰富著称的 极度落后国家 也是现在全世界 寄予厚望 明日看好的新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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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点什么时候来啊 那怎么点什么时候来啊 那怎么点快点 那点 缅甸的改变 缅甸的改变 所谓大家说它改变了 其实它目前为止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大方向的政治性改变 它还没有全面性的 每一个环节都做改变 大金塔 两千六百年历史 是缅甸的精神象征 无论白天 黑夜 绕塔做功德 供养僧女的信众 络绎不绝 华人林明庆 六十四岁生日这一天 以缅甸人的传统习俗 在代表自己出生那一天的佛像前 供奉鲜花 浇水祈福 因为缅甸人相信 人的命运 在自己出生的那一天 就决定了 我说 我说 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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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的形式 或许有别 然而 行善助人的观念 从古至今 存在每一个宗教 每一支民族 缅甸改革之路 迈向第三年 能为这段民主历史做见证的 并非快速崛起的经济 而是六千万 族群不一 信仰有别 来自同一块土地 同一个国家的人民 彼此的尊重 与包容 才是民主进步的重要关键 曾经是上个世纪 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 缅甸却在1987年 被联合国平定为是世界上最落后国家之一 23年后 宣布民主改革的缅甸 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国家 人们不仅看见民主的曙光 更渴望唤醒古老地貌下 沉睡已久的丰富资源 缅甸总统吴登胜 信心满满的表示 2030年缅甸将会成为一个 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国家 然而现实中的缅甸局势 却远比想象中来的复杂 长久以来的种族冲突和贫富差距 开放之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国土不安的矛盾下 牵动着投资环境和外来者的意愿 如果说2000年根深蒂固的佛教基础 是老天爷赐给这块土地的祝福 而民主变革带来了经济奇迹 那么缅甸此刻最需要的礼物 或许正是一个相互包容 缔造和平的自由社会 这第三样的礼物无法借助外力 只能够依赖全缅甸民族的自觉和团结 这也是蜕变后的缅甸最大的挑战 以及最需要克服的难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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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